我们更换出棍模块的皮带轮电机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根新的纸棍 还有我们工具包里的那六角扳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皮带轮电机 它总共有一块板筋固定 然后是有四颗螺丝 这里有两颗 然后这边下边 这里的两颗 我们首先在这个工具包里 找到以这个螺丝所匹配的那个扳手 然后把四根螺丝拆下来 然后螺丝要注意 它是有一根螺丝跟一个小弹垫 构成的 下面的螺丝我们从中间这个孔里边伸进去 然后把它拧下来 我们把螺丝都卸完以后 然后我们的皮带轮电机可以从后边 就给它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端子给它拔掉 就可以把原来的皮带轮电机拿下来 然后我们拿一个新的皮带轮电机 也是从这个位置把它塞回来 我们安装的时候 先把螺丝 四根螺丝先拧上 但是不要锁紧 让它可以活动 然后把拿一根纸棍放在这里 然后推着皮带轮电机 如果它是固定孔的那就不用 但如果是活动孔的 那我们就把拿一根纸棍在这边 推着这个刚好接触到皮带电机 刚好接触到纸棍 然后就把螺丝锁紧 把螺丝锁顶以后 同样的后面的端子 把它插好 然后就可以进行开机测试了 你先拔开机测试了